洗菜 切菜 新山慈激幼儿园六岁班孩子 大显身手 为师长和四五岁的弟弟妹妹 煮一顿团圆饭 今天早上你做了什么东西 切菜 还有 拌那些西兰花 红萝卜 萧皮那些 除了团圆饭 五岁班小朋友也透过话剧 让大家了解年节的由来 这时年寿在村子外 远远地就看到老婆婆家 因为在除夕夜的时候 和新年往三年寿回来 这我们要怎么办 我们要贴红红 还有放泡 为什么我们要过新年 为什么要穿红色的衣服 为什么要贴春联 让孩子知道 我们新年的时候的一些传统文化 新年要到了 你什么话 可老实讲 祝你平平安安 传承文化的同时 人文教育潜移默化 希望大家互宿互爱 打造更美好的一年 戴新闻 曾赛美志工马来西亚报导 传承文化的衣服 这期见 是